大家好,我是Syntax Technologies的Brian 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的SQL会计软件教学 今天我所要讲的就会是 SQL会计软件里面销售的销售代项通知单 也就是我们的Credit Bank 回到SQL里面,我们进入我们的销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所谓的代项通知单 代项通知单通常是用于当一个顾客 向我们购买了货物之后,他把货物退还给我们 那么我们就需要开出这个文件 也就是客户的推货单 当我们进入了这个Preder之后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寻找 你可以参考其他的教学 然后我们就去新创一个新的 Credit Note 首先我们选择我们的顾客 因为当你要开一个代项通知单时 也就表示说你之前一定会有所谓的税务发票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税务发票的资料 带过来 怎样带 在它的标题上面按右按键 然后就做Transfer OK 例如它是从某某的 就是税务发票 那么我们就 例如这两个退回 所以我们就OK 资料就会带过来 那么系统就会自动的 把这两个物品的库存增加 因为客户给回我们 所以库存会被增加 那么做了这个之后 当然你必须要去预览 然后把这个文件打印出来 然后交回给顾客 可是千万不要忘记 做了这个步骤之后 你要记得 这个代项通知单的号码是21 同一时间系统也会把你的销售的代项通知单 转换成为客户的代项通知单 也变成一个Customer Crayer 所以你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这个21号 来这边又要做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必须 因为它是退还货品 也就是讲 它所欠的钱会减少 所以我们需要Edit OK 它会提醒你 这个是从你的Sales Predator 带过来的 你要扣除哪一个 发票的余额 也就是讲 它现在退回的货物总数是148.49 所以它要扣它欠的钱 你要扣哪一张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选择 当你做完了这一个整个动作之后 那么你的客户所欠的钱 就会是对的 如果没有的话 它依然是欠着你某个数目 可是同一时间你又欠回它 那个148.49 所以千万要记得回来客户这边做那个 带向通知单 OK 如果大家对于SQL或者消费税 想要知道最新的资料 你可以来到我的面子书 facebook.com slash syntax technologies 然后帮我like一like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这些最新资讯 同一时间你也可以来到我的网站 syntax.com.my 然后按YouTube 在这边你就可以得到其他的 sl快捷软件的教学 今天就到这里 再一次谢谢大家 我是syntax的brian 谢谢